我們知道今天要怎麼做 宜蘭縣議會國民黨團今天召開記者會 指稱民進黨宜蘭縣長候選人 江聰淵淡江大學的碩士論文 經過系統比對有40%抄襲 而且抄襲內容各機關院校論文 期刊政府報告論文宛如拼裝車 被抄襲的受害者不只一人 也是目前論文案當中 受害者最多的一案要求江聰淵出來面對 江聰淵市長你的淡江大學的碩士論文 經過這個論文原創性的系統比對 有40%的抄襲 而且你的抄襲它的內容 遍布各個機關院校的一個論文 期刊還有政府的報告 你的論文就像是一部拼裝車 被抄襲的這個被害人不只一個 也是目前所有的論文案當中受害者最多 江候選人 他倒採插實說是法官的錯 試慘 賤賣試慘 是當地有一些居民被迫拆遷 是那些居民的錯 現在論文抄襲是那些同學的錯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江參選人他的誠信在哪裡 他長期這樣欺騙我們的鄉親 林沖賢縣長委託我們這個吉米老師 來宜蘭這邊和台北這個莫測國際設計公司 一起施作完整的這個大型公園這個公共藝術園區 那時候我記得江沖淵市長還是議員而已 怎麼會是他一手催生的呢 那這個連林沖賢前縣長的這個政績 他也要這個撇竊 我是覺得這個比較不適合 那我們可以看到江沖淵市長呢 他的這個論文比較對下來 不僅出現了陳差平小姐 還有吳差偉同學以及李差寅同學 還有童差寅同學林同學以及胡同學等等 裡面的相識內容度呢幾乎可以說是百分之百 國民黨團表示江沖淵欺瞞縣民的刑事作風 對縣民欠缺誠信早已失格 要求江沖淵應該認錯道歉 同時比照林志堅退出宜蘭縣長選舉 學論會提出了檢舉 希望淡江大學的學論會 也能夠有像台大以及中華大學一樣的風骨 做出一個正確的裁斷 江市長你的論文抄襲 就跟你的好朋友林志堅一樣 我們想要請你 退出宜蘭縣長的選舉 以示負責 國民黨團要求淡江大學學人會 針對江沖淵碩事論文 涉及抄襲一事進行調查 並且撤除江沖淵的碩事學位 熱門抄襲 熱門抄襲 退出選舉 熱門抄襲 退出選舉 伊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 退出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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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選舉